完了完了,背包客在香港也不好混了 兄弟们,今天我又来香港了 这次来香港发现一切都变了 背包客在这边没有以前好老货了 以前我过来一次总能跳到机器 或多或少,几台或者几十台 那种电池高橙色好的机品机 但是这次我过来发现跟以前不一样了 香港这边的公司不给挑橙色,不给挑电池了 它要整单货打包一起卖 你单挑它是不卖的 你单挑加再多钱它也是不卖的 不像以前打包价价格100或者200 就可以在整单货里面挑机品机 现在哪怕你是加500它也是不给你挑的 其实也能理解 像之前可以挑的时候 每天华强北过来大量的背包客 把这边的机品机全挑走了 结果导致这边的小花器大花器卖不出去 从我这次过来发现一切都变了 以后都不会给挑了 你跟它的关系再好它也不会给你挑的 现在是真的完了 既然来背包客又该怎么办